联合国15日在纽约总部发布的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 近年来全球癌饿人数逐年增多 截至2018年 全球面临食物不足困境的人数达8.2亿 当天发布的2019年年度报告说 全球癌饿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在过去几十年持续下降 2015年以来基本保持在略低于11%的水平 但从绝对人数看 2018年全球癌饿人数达8.2亿 占到全球人口总数的近九分之一 报告指出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灵饥饿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 开展跨行业合作以应对这一严峻形势 此外报告还关注了 全球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 报告说肥胖每年导致约400万人死亡 并且每个年龄段人群都面临肥胖问题 我一些这ühr信念性的证明 这种肥胖的体制 一定美食厚法 吃亡俩颁 我们使用适合18万人脱形势 我们使用适合 我们使用适合